刚刚已经把提问单交到台前来的 我会依顺序提出疑问 请我们三位医师来做解答 那还有没有人还要交提问单的 那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 谢谢 我看了一下提问单 吴医师的大部分都是需要现场示范的 所以吴医师可能要做一下示范的动作 第一位要谢先生问吴医师说 他的网球轴现场 可不可以现场示范如何治疗或者是说明 可以把麦克风给吴医师 谢谢 这个网球轴其实 你去找西医科大概他给你讲一个月 治疗是啥一个月 以前用中医治疗 但是针灸其实效果有 但是我总觉得不够快 但是其实还是比西医快 也不动不大一个月 后来有一次我一个师兄 他跟我讲一个方法 基本上抖一抖大概一两次就搞定了 也不用针灸也不用吃药 那其实那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个手 他这个痛在那个手足这边 那手足这边 其实大部分的手腕的问题 手腕的痛 如果说你去看医生 看传统领水调理 或者说看西医 他就可以处理手 贴腰贴这里 或者说下一个止痛剂 有痛剂 其实这个是两个骨头 我们叫老齿骨 你如果说把这个骨头 稍微走一走 筋弄开了 这个骨头位置弄对了 基本上手腕 批能要做好了 所以你看医生呢 基本上手腕痛 你不要让他用这边 不然很多医生都这样 其实你只要手腕这边 我那个讲一场 有一个当机讲 这边有一个尺折穴 就是那个手褥的话 这个大筋 筋的外侧这边有一个穴道 你按下去会很酸痛 然后外侧呢 有一个烧海穴 这边也是筋的一个地方 你只要揉一揉一揉 这个基本上这个筋松了 这边的筋 这个尺折穴 按松的话 揉一揉都松的话 上面的这个手腕 拇指这边的筋都会松掉 然后下面这边再按揉一揉 它下面的筋会松掉 所以你看这两个都按 这个手腕都松掉 然后这次手腕 不舒服的一个方法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处理 那个 这个手肘的问题 可能你要 再懒懒 因为不是懒 可能要现场失败一下 稍微拉一下 这其实是骨头位置不对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其他一分之不好 因为往后其实骨头位置不太对 这个不对的位置可能只差了0.2公分 0.3公分 可能差不多0.1公分 因为不知道嘛 所以弄不好 然后抖一下大概 可以缓解一大半以上 那还是说 方便示范还是说就先这样讲一下 因为我们的时间可能 那时间有限啊 我们先示范需要很久吗 示范很久一下 应该一分钟 好 那就请吴医师示范一下 看有谁啊 还是我们提问的这位谢先生要了下来 谢信毅先生 那请您出来谢谢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 传统民间其实很多方法 他都诺布民间的一些治疗 那大家都是都往西医的大方向去走 那以为说像你子肠能治病 其实你会发现一些问题 子痛药好像把你的病往后延 一直往后退 可以到最后你的病一直累积 吃得到最后你的胃伤啊 肾脏不好 延伸更出更多毛病 其实我们应该相信很多传统的一些方法 基本上呢 大概这个东西是 看不到 往这边 请不吝点赞 看不到 主持人 我刚刚他示范也不过他知道 大家看个那个树上去有写 这样可以 因为其实这些技术 都可以流产一下 但是 很多很好用的 谢谢吴医师 接下来要请问胡乃文医师 请问33页就是我们讲的33页 他上面有写 甘色期移植 移植甘 新色赤移植酸 但是他一个人的意见 他说甘心脾肺肾而言 是否甘洗酸 心洗苦 脾肺洗肝 肺洗心 肾洗血吗 跟讲座的33页 是不是有冲突 各位请医师回答一下 这个不是冲突 这个是古时候的人 他们也是很注重实证科学 我们现在讲实证科学 古人他实证的 非常严肃的实证 只要说我们用理论来讲的话 那就是肝酸 心苦 脾肺 等等等等 但是古时候的人也是实证的 他还是把它给找出来 真正的关系 所以这个应该不是错了 而是古人的实证 是 谢谢胡义师 接下来有一位朋友在问说 现在的中药有品质保证吗 一位也常听到市面上有假药材的情形 那他也讲了 可不可以提供一些案例 我们是不是请那个 邓医师来回答一下 因为现在中药呢 几乎都是这个大陆 对岸进来的 那我们台湾有这个 现在要这个检验 那大陆当然 民众会担心说 会不会有重点土残留 或是农药残留的问题 那我们想 台湾方面 在医生局 医生单位有检验 所以凡是有GMP那个药厂的人 他都是经过检验的 然后台湾呢 所有的药材进口呢 也需要检验 所以呢 这一层呢 就是有经过检验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 比较放心一点的 谢谢邓医师 接下来要请问吴医师 就是 尾中穴除了拍打之外 是否可以用按摩棒按压 第二个 尾中穴拍打 脚是否要伸直 或者弯曲 尾中穴的话 一般拍打的话 其实任何方法都可以 如果说随时的话 用手 手去拍打 当然你在拍的时候 应该脚有点弯曲 会比较好拍 因为你伸直的话 就是紧绷 所以原则上 所有全身经骨的问题 都是以松为主 放松 那我刚刚一直在提到说 为什么讲这个东西 是讲那个肚脉系统 那刚刚又有那个 刚那个 就是在介绍说 他用打错方式 把那个 那个药性 去做一些主人 讲肚脉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 这个 因为肚脉主人体的阳气 它是统领 我们的六条经络 所以你看有些打错 看来就是可以把肚脉打通 所以其实保养 我刚刚讲的其实都是 比方用手法上或做观念上 大家自己痛 我们帮你处理 你自我DIY保养 我刚刚讲的确实 也有简单的动作 另外 最好的方法才能打错 它肚脉还能通 其实肚脉每个人都有痛 你不通的话 你脊椎已经很硬了 脊椎将肌已经很硬 每个肚脉都通 只是说它是不是那么通 那么的顺畅 那你透过打错 确实是对保养的突败 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它能量才能贯通 我们所用的只是一个手法 这手法其实 手法也蛮肤浅 因为这是 这是某些疾病 来我可能弄了几个 那你怎么去保养 你要的是一个方法 让你整个自我DIY保养 我们医学能够处理的 就是物质的肉体 它要到一个程度以上 都用 倒掉是一个能量医学的问题 所以变气光打动它是一个能量的问题 能量它能打动所有的问题 发生所有的疾病 所以其实刚刚有一个重点都没有讲到 现在的头痛人非常多 其实几乎都是颈椎一二椎的问题 有点跑掉 所以你去看西医人们吃那个头痛药很多 而吃不完 痛得要死 那其实很多10个 我遇过大概8个 都记录是习惯性头痛的 脊椎都会有点跑掉 那你的跑掉就保养了 这是一个方法 那另外最简单是按摩风止血 风止血那个在树上有血 所以你平常头痛按摩风止血 可以让头痛缓解几乎一大半以上 因为它是一个能量的通道 它其实是有颈弓脉 我们这边有动脉一直往头方向 它塞住了 所以包含高血压 头痛、善意耳鸣 甚至五官科、眼睛、鼻子、嘴巴的问题 很多都是这个地方补助 所以大家多按摩一下风止血 对这个缓解这些疾病有用 甚至我儿子也是发烧 我帮他按摩一下 按摩一两分钟 他稍微退了一步 当长稍微就量一下 稍微退一步 从四度可以降一步 其实中医是推不到效果比西医快 当初到SARS在大陆流行的时候 是中医本来治好不是西医 因为他们有资料显示是 中医的那个短队进入协助治疗 中医治医率八成 然后中西医合并只治医率五成 纯粹西医治医率只有两成 刚刚死的八成 刚刚想到 真实话就是有记录 然后最后巧妙的是 治医的八成 他们有肺纤维化的后遗症 那西医治医的两成 有肺纤维化的后遗症 因为古代很多瘟疫流行 那已经研发出很多 很好的治疗疾病的药 只是他不相信 所以都会先赶去看西医 其实中医治病效果更好 而且没副作用 谢谢吴师的回答 接下来要问铺海文医师 就是第一个是疫苗的问题 没有打疫苗的孩童 应该如何面对疾病的侵袭 第二个是感冒的问题 就是中医学中感冒分为伤寒风邪等 我们该如何去区分 如果没有医治 对身体的伤害为何 如果没有找中医在家 如何自我医治 然后或者是用食疗的方式 那问题不会太多 不会太多 都是一件事 所谓的疫苗啊 它是什么东西 你从生物医学来看 就比较清楚了 生物医学上面了解的 疫苗就是说 它把那个病毒或者病菌 把它给弱化了 例如有formary 或有什么一种东西 把它给弱化 或者让它弄死了 留着它的外形 然后把那个东西 打到我们身体里头去 让我们身体以为那个 就是外来的侵入者 于是我们身体就对它 产生一种lock and key的 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于是就把它给包 产生一些东西 那个东西叫做抗体 那个东西可以把它给包起来 结果就不得病 这是疫苗的最早最早的研究 就是这样的讲法 但真的是lock and key吗 还不知道 于是我们现在用各种方式 去把那个病菌或病毒 把它给弱化了 然后打到人身体 而这个东西呢 常常在流行病来的时候 你没有那个疫苗 等到这个流行病已经 真正的开始发展了 然后发展到了半年的时候 才能再拿到那个 最先发生病的那个病毒 然后让那个病毒来做疫苗的话呢 要半年之后才能够被应用 它是很奇怪的 就是最近这几年 这十几年 十年左右 所发生的这些流行病呢 常常都是 当然疫苗一旦发展出来了 已经可以开始 往人身上打的时候 那个病就不见了 所以你说打的疫苗 怎么用还没有用 所以呢 所有的疫苗都是一样 都应该怎么样呢 就是说 要先predict 下一次会发生什么 跟你怎么predict 这已经来了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predict 这已经是 已经是现在发生的了 那好了 要predict的话呢 只能够说 明年可能流行什么什么病 我们来做这个疫苗 结果呢 你做出来的东西 到那个时间已经没有用 而且它的毒性 你都还没做过任何的测试 半年 半年没有时间做测试的 这个测试呢 要包括了 从小动物到大动物 再到林长类动物 然后再到人 那要经过这么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病情 都没办法真的控制住 那么我曾经 我就是在做这个药力学 这个方面的研究的时候呢 我们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得要经过这样子的 什么从LD50 然后一直这样的一个上癌来研究 那么我告诉你 中医有一个药很特殊 叫做巴豆的 巴豆啊 人吃了 拉拉肚子 当然不能吃多好 吃少量的 拉拉肚子好了 这个巴豆呢 你知道吗 给狗吃 一点点 那狗就死了 所以从小老鼠 大老鼠 然后到包狗 到狗这一步 这个东西 人不能吃了 那人不能吃了 那这个药就不用发展了 是不是这样子 可以说这样 好了再来 小孩子不打疫苗 可不可以呢 我就被听过 小孩子非得打疫苗 才能活的 一股时候的小孩子 他们也没打疫苗 他们多少样活得很好 是因为现在的环境 让人怎么样呢 经常的都处在 大家都处在一个 一样的不好的环境里头 例如高楼大厦 那就比方说 空调通通中央空调 结果这些病毒等等 就是在空气里面 飞来飞去 所以才会发生 一来就是感染一大堆 那么假如说 能够重新思考 让这个孩子经常的 到户外去跑跑 动动 这个病情 也就不容易被他所发生 而且还有这个 常常到外头 这样跑动的人呢 他的体质上面 也会比较起来 抗病能力强 像现在为什么 积温流感呢 或者是什么 狗温流感等等 这些都那么严重 就是因为 积鸭鸭等等 突然痒在同一个地方 那鸭子还好 它还是到处放养的 像积之类的 没有放养 这样的积 积温就很 秒温了 就是bird flu 这就非常严重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 那么是不是 你不打疫苗 就不能活呢 都可以活 还有 我刚才在这里提到过 例如有一个香囊 就是防疫香囊 防疫香囊是很简单 它那个药就是那么几位 你做一个香囊 你就救了你一个人 你做了两个 你救了你夫妇两个 那么假如说 你做四五个 你就一家人都保护住了 你要是做它四五十个 你一个公司都治好 都不生病了 就这么简单 那这种东西 你说你不相信 那你不相信 我相信的就保护了我自己 还不打了疫苗 打了疫苗 说不定人死了都不一定 所以这个是很 蛮严肃的问题 你相信 可能这个病情 就不沾到你身上 谢谢胡医师 接下来要问一下 邓医师 就是有人提问说 中药的药材里面 还有金属的人 吃到要洗肾 那我们要怎么样选择 中药呢 没有 这是我后来我自己讲 他只问了前面两句 中药吃到洗肾 吃到中间属洗肾 我是没听过 不过就是说 你吃错药 会洗肾 就是一开始 那个时间是在 大家是在比利时 他们就是 他们那些外国人 他们就不懂得中药 然后他就拿了什么 光沐通啊 马兜林啊 这些东西 然后长期吃 吃了半年以后洗肾 有些人吃了 一两个月就洗肾 那有些药 他本来就不能长期吃了 然后还有前一阵子 有一个中医师 他自己吃龙奶蟹干汤 吃了半年以后 他洗肾了 那龙奶蟹干汤 他本来就不能长期吃了 所以他那个是 吃错药的东西 那为什么他医生 会吃龙奶蟹干汤 长期一直吃 他就是 他就是个案嘛 对不对 他就是 他其实有问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中药药材里面含的金属 这个我来讲 这个中药里面含金属 这是绝对的 那么我们来看西药 西药几乎所有的药里面 都含金属 知道吗 例如含钙 还要学习 是不是金属 是吧 所有的西药里面都含金属 那为什么含金属没问题 你这含金属有问题呢 不是的 是这样的 就是说那个金属材料 不能够长期吃 这是绝对的 还有呢 就是刚才讲的关不通 什么的 刚才邓医师讲这个 那是什么呢 那是因为你们含一个 马多林酸 可是马多林你知道吗 在古收的有药方就用马多林 直接用马多林 可是那个没有事 为什么 病好了就好了吗 干嘛还要吃药 那他呢是长期吃这个含马多林多的食物 那么这个你也得起 那古收的书里面 例如像本草被药里面积在穿穷 他就讲的很简单 超可单级酒服 单级酒服就有病吧 就这样的 所以什么病 什么药 不是一直吃的 还有就是 中间属材料 就一定对 一定对身体有 有问题吗 例如我们讲 龚好了 龚跟去记 Mercury Mercury的身体 有没有害处 它变成了某种化合物的时候 它是没有毒的 在某种化合物的时候 是有毒的 它直接用来分子 就是Mercury的话 那它毒性很大的 我们现在的分析方式是错误的 就是说把那个药 就只分析它的Mercury 有多少 结果呢 就说这个药里面 还有Mercury 还有重金属 所以它不能吃 其实不是的 但是化合物的话 大概问题 不大 好 谢谢吴医师 接下来要问一下 吴医师 第一个是 已经知道 要搬东西 不要用脚蹲 那举重选手怎么办 那这样的朋友 是举重选手 不知道 第二个他说 睡硬床 侧睡长期的结果 就是侧肩膀酸痛 那是否养睡会比较好 可不可以请吴医师回答一下 我没举过重 那那个一般来讲的话 当然举重是比较特利 就是说他 他失利了吧 可是你看到举重 他们是怎么动作的 他是一脚弯压压的时候 他 他在慢慢举的过程中 那个胯是松的 胯一定要松 呃 你大家回想一下 呃 有些这样觉得 有点太极拳 过一些外加人在练弓 他们拱马骨 那为什么要拱马骨 哦 从后来我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理解 就是说 你拱马骨的这个胯 是松的 它是有点弯曲的 弯曲的过程当中 你的骨骨头自然就调整 就矫正 所以其实很多长短脚 或者说脊椎车弯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必须调这边 就是骨骨头 所以骨骨头也是 你把脸收的时候 其实它是会自动调整你的那个脊椎哦 也就是说你把你的那个骨头 会调整 哦这是我自己 骨头的一个发现 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说 呃 发现刚刚另外一个问题是 测睡 测睡 睡映床 睡映床 哦 我觉得其实很多问题很简单 哦 我们回想古人怎么生活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生活的观念习惯都被现在的媒体 现在的医学观念所顾到 我这么讲啊 以前应该是没有那种那种鸡床那么好睡吧 那么软床 那你在卖那个床 一定跟你讲说 呃 那个鸡床 我人体工学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不是有点骗人 因为你这样一睡的话你体就坏掉了 他可能不讲这个 因为我们临床上真的发现很多这个问题 你睡暖床 你第一个 你如果睡过暖床的你第二个感觉 睡第一个晚上你觉得睡不 睡起来全身酸痛 有睡过暖床全身酸痛 我第一天全身酸痛先举个手我看一下 很多 这个是一个证据 然后呢 麻烦的是 那个暖床 T1床呢 或者说很好的那个 那个T1床床 一买就要两万多块 那他舍不得丢 舍不得丢 就一直睡下去 睡个几年下来 全身 金谷的东西都堵住了 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我到后来其实 变成一个直觉 你一摸下去 就是这可能睡暖床 你看多了 其实你摸就知道了 我为什么 一听到 跟他讲 保护肌的地步 不要睡 不要睡暖床 出了一种 有点可能在睡暖床 因为他身体非常瘦 只有皮包骨 然后因为 因为一睡的话 那个肌肉 那个睡的时候床 也要把你的肌肉神经 很痛 那勉强睡那个 但是基本上 我们真的不建议 古人怎么睡 我们怎么睡 古人怎么吃 我们现在怎么吃 古人吃得很清淡 那才能常瘦 那才是最好的养生方法 而不是说现在的那个 联体的宣传是什么 其实像我们讲了 有很多说那个穿气垫鞋多好 保护脚 你看哦 你穿气垫鞋 脚是变得很沉重 对不对 感觉上 其实你穿古人 是什么穿鞋 是一种草鞭的嘛 反而很清爽 反而两脚很轻松 你走久不累 反而你的腰腿筋骨 反而顾得很好 所以越贵的东西 可能越不要买 哈哈哈 我会被骂 我会被骂 谢谢吴医师哦 因为今天我们的那个台下朋友 有一位是特别要问张先生的 所以我们也先来问一下张先生 他问说是什么气垫 这是您骗的是什么气垫吗 意思是这样子吗 许先生您在现场吗 提问的先生 有在现场吗 许中南先生 没关系吧 没关系 OK 那他就要问你说 您刚说的是什么气垫 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可以 这个我学的是这个保龙垫 那当时我就是 这个练功 有单盘跟双盘 那我那个时候就是 刚开始嘛 坎腿 几分钟腿就腿了 但是我这回就是说 这个一定是物极必反的啦 所以说我单盘 我就给它压下去 然后能够做多久的时间 就是多久的时间 那这个突然之间就是 那个能量就往上冲 就很快的 那如果说这个坐一下子 腿酸的麻了 马上放掉 那就没有这个感觉了 那在练过的过程当中 比较特殊一点就是说 不要开冷气 不要吹练往上 因为吹冷气的话 这个毛 就是这个毛季孔 可能就是会比较关掉 那身体正乌乌的时候 这个往上冲 说整个肺部啊 都舒展开来 那因为我们中医讲就是说 呼吸啊 早上就是说 西路心与背 那个晚上就是西路干与胜 那所以晚上都是入语音 那所以说这个练功的时间就是 有气转病的人 然后就是建议就是说 每个晚上要睡觉之前就会练功 打坐个半个小时 45分钟甚至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躺下去睡 真的就是一觉到天亮 我这个就是说 我后来就说 一般人讲就是说 未来不可以吃冰 不可以吃起水 不可以吃西瓜 不能吃西瓜 然后我天天几乎都是这三样 所以说 我就觉得说我活的快乐又自在 又不用忌口 以前吃白火会过敏 吃虾子会过敏 都不会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异味性 皮屋炎 那基本上 那个时候我身体 就是好几个时候 我下定决心 我这辈子 西药都不再吃 我拿着我的那个 雷骨唇的药丸 垃圾桶 一颗一颗的丢进去 跟他说再见 然后吃西瓜 扩张剂 我也是 哇我吸了好几瓶 那个时候吸到整个脸 跟头啊 就像医师讲的 那个水流间 月亮也挺挖的 这个人 那个头脑都不混了 都不清醒 而且人都会很累 你早上可能就是说 可能真的要睡到那种自然心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整个身体就很快 你就恢复健康 而且看东西比以前明亮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 这个练功修业的心得 谢谢 谢谢 谢谢